如何在泰国选择养老之地 很多人喜欢泰国 喜欢这里的文化 环境 温度和消费水平 最近有粉丝问过 在泰国哪个城市养老比较好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在前面的节目里 有一期特别说明了 如何选择国外的养老之地 安全 医疗条件 消费水平 和人文环境 是否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内容等 按照这样的要求 推荐三个城市供大家选择 泰国南方的海滨小城 巴提亚和华新 北方的青迈 这也是很多欧美人选择 养老最多的三个城市 巴提亚和华新 距离曼谷都不太远 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是曼谷的后花园 巴提亚是一个成熟的旅游度假城市 一提到巴提亚 很多人可能就联想到了 人妖和这里的灯红酒绿 是世界上有名的欢乐之都 主要活动环境就是海边的沙滩 吹海风 晒太阳 夜生活比较丰富的地方 是一个比较喧滑和热闹的城市 巴提亚也有自己的机场 出行是比较方便的 隔着泰国湾 巴提亚对面就是华新 在曼谷到普吉方向 华新与巴提亚相比 环境更自然淳朴一些 沙滩更漂亮 洁白细腻 城市更安静 这里也是泰国国王经常度假的地方 相对于巴提亚和普吉来说 这里的游客并不太多 但这里没有机场 所以出行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后说说北方的清脉 气游相对于泰国南方来说 更凉爽 干燥一些 清脉小城是泰国北部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城市不大 自然环境好 号称是泰国的咖啡之都 各种特色的咖啡馆 无处不在 是消遣 纳粮 工作 学习的好去处 消费要比南方巴提亚和华新 便宜不少 吃和玩乐 项目丰富 这里只有两个缺点 一是没有海 但是少了台风和洪水的 这种自然灾害 气候更加干燥一些 而另外一个就是 每年烧节杆的季节 有两个月左右的雾霾天气 这个城市 唯溢 清新 自然 淳朴 可敬可闹 有国际机场 对于国内市云南和广东地区的人来说 出行十分方便 直接飞清脉非常便宜 几百元就搞定了 随时回国 随时来清脉 说走就走 在这里爬山 露营 咖啡 游泳 种菜 养花 制驾 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我更喜欢北部的清脉 想看海了就自驾 或是飞机到南方看海 飞机一个多小时 开车六个小时就到海边了 你更喜欢哪里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是那个有些东西 是吗 今天 ancora可关闹了 可以 muff起头 我的理栏